我们做完了这张贺卡之后 也不一定是贺卡 就是这张作品 它里面用了好多个物件 就像我们之前做多利 做书签一样 它其实是很多个物件去组成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做一些变化 它的大概架构差不多 像这个字体 里面的照片是放不同的 因为我今天是放花 假设说我今天想要换一张照片 我可以点选这个照片物件 好 然后呢 我去物件属性 我去换一张照片 我可不可以换照片 我可以换照片 我可以在这边 找一张照片 先把它关掉 再找一张照片 好 这第二张 然后我载入这张照片 然后 应该可以直接换那个照片 我可以做一些变化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没存档 那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物件 现在都是物件 所以我们在存的时候 大概 一般我们在做的时候 大概 一般我们在做的时候 大概会建议存成两个 两种 檔案格式 第一个我先 这里有档案 我先储存专案 当我储存成专案的时候 假设我这件事情一直在做 那里面含有我自己已经加入的照片 那我就选择一个 讲这个练习 这里 然后去 我可以再去新增一个资料档 想看 新增一个 建立一个新的资料档 假设今天是2011 7102 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 今天做的时候 或者是你可以取一个名字 好 我取成一个档案名称 就是赫卡 然后呢 我们这里真正赫卡专案 好 或者是2015赫卡 或者是圣诞节赫卡等等 你可以自己去取一个 2015万用赫卡 万用赫卡 然后你可以著名作者 著名 里面有 作者这样子 好 然后他还问你要不要 一并保存照片物件用到的照片 你也可以保存照片 你也可以保存照片 你可以只存那个 固件 按OK 你就 儲存一个专案 那你来看一下 我们档案这里 那 2011 这个 卡 TKP 我们提到 TKP P是卡片 赫卡 模板 PKP是 酸案 算P跟T的差异而已 好 那 这时候 我们假设关掉 好 没关系了 那我还要再做的时候 我 第一个我可以从这里 新的赫卡 不是 点赫卡这里 卡的 好 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卡的 PK 那你可以再去改 改变任何的一个物件 就是你可以再去做变化 你还可以再做 那因为我们最后结果 这是之一 之后我们要 假设我是完成的 我们是要选择 输出赫卡 你知道 因为这个照片有点 没关系 因为我把它做很棒 很大 我了解就好了 那输出之后呢 他会问你要输出成什么样的格式 那我们就选ZPG的格式 一样输出的路径 他预设都在Photos 你可以去点选他 告诉他 诶 我今天其实我的作品 都要放在 C槽的 练习这个目录 练习1 然后今天2015 1102 按OK 然后亚洲品质 让他到最高 百分之百 然后党名呢 因为这是卡片 那我们就把它选成CART CART01 然后按输出 输出完成 那就成品出来了 两页 那我们可以来回到这里 先看这里 CART01 跟CART02 两张 可以看 因为他告诉你解析就不够 所以比较模糊一点点 因为我们用4×6的照片 取出来 感觉比较模糊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 假设我要继续做专案 刚已经 我不存 我去开启 我其实可以从这里 档案 开启 这是影像 应该可以开启专案 我们可以利用这里 赫卡 这里有一个专案名称 或者是载入专案 载入专案的话就会有很多专案 像我们刚不是存了两个专案吗 那我们刚刚就选择这个 CART 应该是CART01 这个吧 不对 选错了 你的位置是在这里 201这里 我再让大家看就是 我们刚不是有一个描述档吗 描述档不是2011万用赫卡专案 有时候你可能做了很多东西 因为它缩小 像我们这里 我不是开专案的话 假如我是开 我是载入某一张照片的时候 照片很多 它这里其实有一些说明 那有时候你很小 你在看的时候 看那个图不方便看 你可以透过那个文字叙述 我载入专案的时候 这里就会有专案描述 那可能 假设这个专案你可能是五张十张 它只让你看第一张 看那个小说图片 你可以透过这个说明 然后去了解 了解那个 你这个专案 它主要是做什么用的这样 那这大概就是一个 就是档案阻存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一些说明跟利用 那输出的时候 像我们刚刚在 我再把它拆起 这个 好 那另外一个你可以从这边快速 起动 好 那 上次那个我们 正 有没有说错 我去解决 好 好 他提到说专案一做这 哇下面好多个专案 当然 当然是那一天三调制有一个 因为这是快取 就是说你最近常常做东西都会放在这里 那系统设定是三十天那就不见 三十天 这是一个快取 那假设说我不要让它出现在这里 就像那天我做得比较好对不对 好 那我可以利用这里设定 一号设定这里 有一个快取记录设定 那预设是这里 它有三十天后自动清除 其预设是三十天 一天或结束时立即清除 那当然我可以现在就把它清除 我清除只有快取记录 按删除 好 那就快取都不见对不对 你再来看专案 没了 刚刚不是我们做的那些 它是一个Case 就是方便你让你 我马上要再用这样子 那原则上系统设定三十天 它就会不见 所以有时候你们可能有没用 我渐渐在那边用一种不见 那原则上它是因为快取 它内定有三十天的一个记录时间 那还有一个就是太多了 也可以利用刚刚方设定 因为到处都有快取 那就可能会不太好辨识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整个清除掉 找干净再来一次 那这时候虽然我们没有快取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载路专案的方式 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下面明明就有 我干嘛还在介绍载路 因为我介绍载路 是要让你们看这个描述 这一个描述的东西 让你好做一个 檔案的一个整理跟管理 这样子 写开来 那你就可以再继续使用这样子 那大家可以存档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输出照片 这个人再强调一下 大家会常常说 输出赫卡 就是输出结果 会找不到 其实你要注意 你在做输出的时候 你还很确定一下 你输出的路径在哪里 你要记住你输出在哪里 可不可以输出完之后我找不到 找不到 我们常常会 其实如果你没有动 预设大概都是在西草的 西冒号的Photos这个目录之下 除非你有去变动它 除非你有去变动它 要不然预设大概都在这里 那这个是在哪里 这里其实也可以透过我们这里 设定的喜好设定 里面这里有一个路径设定 它应该会有一个 这是 所以它是没有预设的 那它可能那个输出 它没有做一个预设 所以它 它应该是写在别的地方 我觉得不是在这里 因为我们一开始 它是带西马号Photos 所以它可能是定在程序里面 而是不让你赶的 它是不让你赶的 那这大概就是 你储存专案 然后储存输出作品 两个 那你这时候你就可以在结果档 知道吗 我们今天练习这里 有专案档又有结果档 那原则上 就是建议大家要存 至少这两个 两种档案格式 那你之后再做利用编修 会比较方便 好 好 好